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少林寺当过和尚 练就了一身的本事 若论功夫 在独立团中几乎无人能敌 可能有人会说 为和尚是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之人 通有一身的拳脚功夫 其实在独立团中 也就只能给李云龙杠杆警卫员 再加上容易冲动等毛病 他根本就不是和当官 其实不然 小编确认为为和尚绝对算是一个大智大勇之人 比如为和尚曾经就独自策划过一次行动 仅此一战 他就不输张大标 为和尚原本是中央军二十七师的一名忠实班长 在新口战役时 其所在部队被日军打垮 而为和尚也因为受伤被俘 新口战役时抗战初期 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组织的一次大型会战 战役具体的时间是在1937年的十月 也就是说 为和尚是在1937年十月被日军俘虏的 从两箭具中可以得出 为和尚逃出日军战俘营 那时间是在1940年以后 这就说明 为和尚在日军战俘营 差不多度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三年时间并不算短 而且还是再不把俘虏当人看的日军战俘营中 美国一天都是煎熬 说不定哪天死神就会降临 然而 为和尚却能在里面安然无恙地待了三年 如果不是因为为和尚隐藏得好 每天装作者 就凭他一身的功夫 负责看守的鬼子 就能时刻要乱他的命 这就说明为和尚不仅功夫了得 他还是一个有诚服 有头脑之人 情商和智商都非常高 除此之外 为和尚每天都在等待一个逃跑的机会 而且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隐忍不发 这不是一个常人都够随便做到的 终于在三年之后的某一天 这个机会来了 日军秘密组建了一支特工队 这伙鬼子平时喜欢把战俘当作训练工具 有一天 包括为和尚在内的一批国军战俘 被押送到了鬼子的秘密基地 鬼子这一举动 正好让为和尚看到了逃跑的机会 一个月日的计划慢慢在为和尚的脑海中形成 在环顾四周之后 为和尚清楚地了解到了鬼子的兵力部署 以及火力配备等形化 到了比武环节 为和尚并没有急于出手 而是耐心观察了第一批俘虏和鬼子交手的过程 在了解鬼子的实力之后 为和尚才最终决定出手 并且一出手就是杀招 再干掉鬼子军官之后 抢了他的配墙 然后趁乱逃出了战俘营 以此完美的月日行动 从策划到执行 一气呵成 丝毫不拖泥带水 由此可见 为和尚绝对不是一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之人 仅凭这次行动 他就够资格当营长 且能力绝对不输张大彪 综上所述 为和尚独自策划的月日行动 堪称完美 仅此之战 他就不输张大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